如果假設你已經做出這個公式 但如果說你不會聚集不會VBA 變成你每一次都還要再想一次公式怎麼寫 那會不斷重複 所以其實還蠻浪費時間的 那如果說你假設每天做的事情 這個都一樣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想就是把它錄下來 那錄下來的動作 基本上這個按鈕就三個動作 一 游標放在這個B2上面 那請特別注意 你不能直接就放上面 因為你直接上面的話呢 它錄製的時候呢 就不會增加那個Range 什麼剛剛Range B2.16 因為你已經在這上面 所以它不會產生那一行 我記得這個還蠻常同學有做錯 請你把它放在非B2的儲存格以外 所以第一步點它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直接輸入公式 那輸入公式的話 不需要重新再打公式 當然你要再打一次也可以的 我是覺得再打一次很浪費時間 所以直接做什麼 不要把公式刪掉 直接游標放上去打勾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把這個公式幫我 加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呢 就向下填滿 我剛剛講快速點兩下 快速點兩下 這樣就OK 所以三個步驟喔 那把它錄下來 所以剛剛的程式我把它重新再來過一遍 這個把它刪掉好了 所以這個把它移除掉 OK就模組啦 所以將來那個聚集會放在哪裡 就放模組裡 然後把它都清掉 裡面都空的 所以你假設彩排過之後 那就開始 開始walk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把這個按鈕也先把它去掉好了 那我就是這個 OK之後的話 那第一個先把開發人員找出來 開發人員記得從上面的箭頭 其他命令裡面找到制定功能區 這邊有個開發人員 記得以後的話呢 因為我們電腦會每次都還原 所以記得自己再把它打開啦 OK 那新的版本我印象中是已經都打開了 OK就在這裡按確定 那有了它之後的話 你請你找到什麼 最重要是這個 錄製聚集 就是你彩排嘛 三個動作嘛 好了之後的話呢 請你點選這個 錄製聚集 那按下去之後的話 有點像是 你用那個攝影機開始錄影的動作差不多 有點像你剛剛演戲嘛 你就是彩排嘛 你就按照那個步驟 把那個剛剛的動作做完畢 它就錄下來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第一個錄製聚集 那名稱的話叫什麼呢 也許叫做 叫什麼呢 串 串接好了 給它一個名字 串接聚集好了 不不 那個 截取 OK 那 假設了我今天要截取那個瓜糊好了 或者叫截取 截取瓜糊好了 這樣比較完整 OK 然後後面加聚集好了 好 名稱這個可以自訂沒關係 好 然後按確定之後 特別之後按確定之後 那個動作 它就會 也就是說 如果你按確定 這個一次有它會自動幫你記錄說 你滑鼠鍵盤 並且幫你寫出程式來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不要NG喔 NG的話呢 它就會多錄一些不應該錄的東西 那如果不應該錄的東西怎麼辦 你就要重來了 OK NG怎麼來 就重來就對了 有點像你那個拍戲 有沒有 NG嘛 然後你說 卡 有沒有 然後再來一次 OK 所以要1 游標按確定嘛 1游標放這裡 2的話呢 游標再放上面資料編輯列 打個勾 完成第二步驟 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游標放空點快點兩下 好 特別說 不要有多餘的動作 否則就NG了 那完成之後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上面有個停止路對不對 就按停止就對了 你就完成剛剛的步驟了 OK 所以特別是要 剛剛的1 1游標放這邊 2 有沒有 2的話這邊 游標放上去 然後 這邊打個勾啦 關鍵地方 這邊記得要打勾 打勾意思是把公式 幫我記錄下來 那3的話就是在這個空點 這個空點 快點兩下 就是左鍵兩下 然後就是向下填滿 這樣OK啦 所以不要有多餘的動作 多餘動作就NG要重來了 那假如你NG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是 假設我不小心又多點了一下 那怎麼樣 停止錄製 沒關係 如果你NG 你就是重新錄製 重新錄製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 名稱再打一次 截取 你會發現這個名稱跟剛剛一樣的 按確定喔 他會怎麼樣 他會問你說你要不要取代 你要按取代 那如果你取代的話呢 他就重新NG重錄了 OK 那第一個OK了 第二個的話是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 也是三個動作 1游標放這邊 2的話記得 Ctrl-Shift向下 3Delete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我們列習完 你可以按Ctrl-Z Ctrl-Z就是復原 Ctrl-Z復原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 來錄製清除 的聚集 所以錄製聚集 然後再來的話 名稱叫什麼 叫清除聚集 清除 OK有沒有 清除聚集 按確定的話 一樣不要NG 按確定 1游標放這裡 2跟剛剛不一樣 剛剛是游標放上面打勾嘛 現在是什麼 Ctrl-Shift向下 這個快速鍵一定要記得 Ctrl-Shift向下 意思就是 把這個範圍選到最下方 OK 然後按Delete Delete就清除 清除 好這樣的話呢 有完成了 完成之後停止一下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有 錄製兩個聚集 那放哪裡 很簡單 它錄製好的聚集喔 會放在這個裡面 跟這個裡面 這兩個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先講一下 放在聚集的哪裡 你可以這邊可以看到 剛剛這個 這個擷取刮鬍字串 去編輯 它會切到這邊 其實切過來 我習慣是把這個V GeoBasic縮小一點點 它會切過來有沒有 其實就等同按下這邊一樣啦 所以你按這邊的 編輯有沒有 就等同按下這邊 一樣的道理 只是說有的時候 如果你直接按這邊的話 它打開沒有 沒有怎麼辦 變成你要自己去開這個module 也就是說 你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它一律會放在模組裡面的 module1裡面 然後呢 這一個聚集的單位呢 一定是以一個sub為單位 後面一個名稱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呢 一個sub 後面就是我剛剛給它的名稱 叫做擷取刮鬍聚集 然後這邊有個清除嘛 所以這邊有兩個 兩個聚集 有沒有 OK 兩段嘛 那待會呢 也許請各位 做兩件 就剛剛講 第一個是產生聚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把這個聚集編輯之後的話 加上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註解一下 比如說 1 1做什麼 游標放在這個自己打一下 游標放在B2上面 然後這個就是第二 2 這個什麼呢 游標放在資料編輯列上 打勾 以輸入公式 反正這個可以自己 那這邊的話呢 3的話是在 應該3在這裡 AutoFill 記得這個有沒有 AutoFill是一個動作 填滿有沒有 填滿空點 那英文的意思 就叫AutoFill 然後呢 在這邊一樣加上3 3的話就是什麼 在那個空點上快點兩下 左鍵 有沒有 然後自己就這邊就產生了 那至於這兩行 我好像多多多多錄了一些東西 這兩行其實不要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delete掉了 其實這個沒關係 這兩行好像多餘 反正只要123 那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清除的話這邊也是一樣123 這個請各位自己把剛剛講的 就分別在1 游標放在B2 2的話呢 就是Ctrl Shift向下 然後3的話就是delete OK 所以123嘛 那底下他會錄下來東西 那這個聚集錄製的好處 就是說如果假設你完全不會寫層次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會自己幫你寫喔 那你只需要具備有修改能力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假設有些層次不會寫 反正先錄沒關係啊 OK 但是啊你想說老師那為什麼要學VBA 跟各位講 因為很多東西如果你不能夠深入了解的話 你沒辦法寫出更強大的 完整有系統的程式 變成說他有些東西還是做不出來的 而且即便做出來會相當的 什麼講漏倉 而且不符合那個程式的規範 所以有時候還是建議把那個後面的VBA學起來 所以待會我們會講 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不要用錄的 我自己寫的話 那我該怎麼寫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錄製三個動作 123嘛 然後123 好錄下來了 再來的話就是 切到那個編輯 把它做註解 就剛剛講的 那第三個就是再增加兩個按鈕 按鈕還記得吧 我不知道我們前面其實也 那個範例有講嘛 插入按鈕嘛 有沒有 如果你要把剛剛這兩個變成按鈕的話 然後就是按一下按鈕 這邊拉一下 然後給他叫名稱叫刮弧 擷取刮弧自串嘛 擷取刮弧劇期好了 然後你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你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插入拖拉 複製按確定 再把這個名稱修改一下 因為剛剛有複製 所以你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那你按一下它 那你按一下它 它就執行了 那如果下一個的話呢 再來一次 有沒有 插入這個按鈕 那一樣喔 這個底下拖拉 大小跟上面一樣 然後呢 再選擇這個 動作一樣嘛 把上面複製一下 意思說按下這個按鈕 執行這個劇期 然後呢 再把這個名稱變更 因為它這個名稱 不會自己幫你變更 OK 所以我們要按下這個清楚 所以兩個就有了 好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獅子看